来到武汉近三年,吴玉平时常都会换着花样做一些地道的台湾美食。 有时候自己吃,更多的时候,他会招呼上学生们一同品尝。 除了台湾风味外,麻辣小龙虾、烤鱼、热干面也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从台湾东华大学或管理学博士学位后, 受到湖北经济学院对台籍教师优厚待遇和广阔发展平台的吸引, 吴玉平依然拎着行李箱,只身来到武汉,成为该校的一名台籍教师。 他们都是离乡背景,然后来学校集中住宿求学, 然后他们特别渴望家的感觉,所以我就喜欢在家里搞点台湾的美食, 然后他们尝尝,在电锅里我做的那个和手屋的药炖鸡汤, 然后我会做这一个烤猪排, 烤猪排,他们最喜欢吃这个烤猪排。 那我只是很简单的腌料,就是只有用蒜头跟酱油是特别的, 酱油是我从台湾带来的,所以酱油会比较偏甜。 所以他们最喜欢吃这个烤猪排。 吴玉平住的公寓是一个面积有60余平米的套房, 这也是学校为他们提供可拎包路住的公寓。 目前,湖北经济学院有台籍教师40多名, 学校为他们提供了科研启动费,交通补贴, 医疗补贴和科研成果奖励等。 还开通台湾教师直升评审绿色通道, 搭建各类科研平台,保证他们工作生活便利舒心。 我可以做科普研学,我可以做美容产业, 我可以做文旅,然后我又可以带学生下乡调研, 我可以做校企合作,我可以跟各个高校的台籍, 优秀的台籍教师做跨专业的整合。 这是对我一个不到三年的一个台湾老师, 我在大陆我就可以成就这么多的工作。 可是在未来,我有信心,我还可以做得更多。 来到湖北经济学院两年多期间, 吴玉平先后成立学术性社团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 带领学生做项目打比赛, 以此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生们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安妮老师。 吴玉平告诉记者, 目前他带领着学生们为湖北当地多个企业 开展品牌营销策划, 他也希望通过项目驱动, 厂交融合,实现师生共创, 校企共赢。 例如说我做的这些项目来讲, 就是你可能在台湾, 你找不到这个市场, 但是大陆就有这个体量, 就这个市场, 虽然互联网家竞争很激烈, 但是我们总是能找到自己的突破口跟差异, 去帮他做这件事情。 那再加上我觉得国家的支持, 政策的支持, 这个力度就非常的重要。 除了开展品牌营销策划, 吴玉平还积极与其他高校教师合作, 指导学生开展科普教育, 美容化妆品, 新媒体营销等创新创业项目, 以获四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保护。 基于以上成就, 吴玉平于2018年顺利评上副教授, 这距离他到大陆只有两年多时间。 对于未来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十分的看好, 就是不管是湖北省, 还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发展, 不管是国家的政策, 或是学校的知识, 只要你肯做, 只要你深耕的经营, 一定会有机会。 近年来, 大陆针对台湾青年相继推出一系列 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 在吴玉平看来,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为台湾老师和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 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这文化的交流, 这个真的是不可挡的趋势, 就是毕竟是血浓于水, 生根在这个, 就是我们还是同根生, 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一家亲。 我们还是同根生的血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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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